傳教囉 後驅走遊風勝遊要忙處理嗎?看漏大還是漏小? 小小漏車舊的話就不用處理了 然後這個工商服務一下 終於 我們終於推出了聯名商品 如果你們有看到旁邊的這兩個 QR入扣頭 這兩個QR入扣頭是什麼?這個有限量的 小吃是不是瘦了? 當然 當然 我們可是健身人 好不好?我們有在健身的 健身人簡稱什麼?你知不知道 泰山小小生在那邊說健的 呵呵呵呵 購買的車不錯啊 捷克捷克對我們那麼好 在國際上替我們發聲 對不對?所以這個捷克車一定要支持一下的啊 對不對?管他好或不好他支持一下好不好 總比那個 好嘛對不對 來給大家看一下齁 QR Code是這個 這個我沒有限量的喔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上次我跟大家推薦 品質很高的這個 AVIA AVIA的這個充電器對不對 啊他在 他在 7-11賣的都是這一種的 齁 在7-11賣的都是這一種 可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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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一個給大家看 我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全公司都用這個 因為他品質真的不錯 那不是重點齁 我們全公司用的 我還沒有這一組熱騰騰的齁 來大家看一下這是什麼 喔 有沒有看到 聯名款 有一個 小屍汽車的LOGO 然後AVIA的LOGO 然後背後是這個 這邊是我們小屍汽車的LOGO 這邊有這個 好不好限量 我跟你講這個是這樣 我們不是今天在練才 我們不是在練才 我跟你講 正常 因為我為什麼我會答應這一次的這個 宣傳齁 除了他第一個 他除了幫我們科上聯名以後啊 但是 第二個是 賣的比外面還要便宜 W210喔 1320前期V6引擎 肉油吃雞油6到7萬變速箱底盤 都已經花下去了 現在剩下吃雞油的問 這個是非常的兩難 一邊是友情 一邊是愛情 這個 通常呢 建議 家瑋 您要評估一下自身的經濟狀況 有沒有換車的預算以及打算 如果真的覺得已經花太多錢了呢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好不好 一次把它整理好 那就看他還能再撐多久 沒有看到我賣 Sentra 比較少賣 因為他那個後期的14年的 之前遇到一些 那個叫什麼 變速箱的問題 很奇怪 只有Sentra會 Livina我也沒遇過 為什麼只有Sentra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不好 06 這個好像貼 明豐好像已經貼很多了 明豐他剛剛除了說他好像 有猜中以外 他還說 Sentra有06年小改款沒小改款差在哪裡 對這個車不了解 其實小改款沒小改款沒有什麼差 只有外觀 前後燈稍微不一樣 內裝稍微不一樣而已 所以沒有太大的不同 好吧 規格跟配備基本上都是一樣 沒有什麼落差 Sentra的改款只有前後燈 SETA SETA就是 水箱護照不太一樣 二手的百萬內的賓士推薦哪一台 賓士有百萬內的嗎 還是你指的是 Alvin 你指的是中古的嗎 那其實我覺得賓士是這樣子 賓士基本上現在出來的東西都是長的一樣 就是 你不覺得那個就是慢慢放大 慢慢放大 所以你應該去看說 你 你的使用 你大小 適合哪一台 那基本上你百萬內基本上都買得到 C-Class你也買得到 E-Class你也買得到 甚至 B ABCD ABCE ABCE沒有D 你都買得到 所以你應該說 你如果需要大台一點的 你可能要 GLK GLK也不大台 對不對 或者是你要用到 E-Class C-Class 或者是你小小的 A-Class 就可以 其實百萬內應該都買得到 年份舊一點而已 年份舊一點而已 好吧 有賣過C30 我賣過 C30的那個排檔 排檔的那個座 裡面的那個 軸他很容易壞掉 壞掉你就沒有辦法 你就沒有辦法打檔 你會整個排檔桿卡住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回來 一定要 一定要檢查一下 油電 Ignis 價位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不是新車 那可能要問新車車評 Focus 2 0.5 20.5 值不值得買 上面寫20 2.5代 2.5代可以 2.5代有什麼好上課的 FX S51 跟賓士 R350 拿他比較好油 我媽的 你拿了媽的 林保監理跟法拉利 問我哪個比較好油 我真的傻 應該是 差不多 我比不太出來 比他軟 1617年 我現在沒有 賣完了 賣完了 JIP跟LANDROVER 推哪個 看你要幹嘛 你要 你會 跋山涉水 要買JIP 啊你要開一個 那個英金 不是啊 英 英國精神 你要開 LANDROVER JIP JIP比較粗獷一點 福特後勤保養是不是很掉漆 馬自達 CX30 福特後勤保養 掉漆 我不知道所謂的掉漆是什麼 是指說他很貴呢 還是說 他服務不好 還是說 他修不好 因為 我對於後勤 很多人在講說誰的後勤不好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不太能去判斷 然後馬自達的CX30 好養嗎 基本上馬自達我覺得 CX30我們還沒買過啦 但是以過去的經驗來講 你從馬3啊 或是CX30的經驗來看 應該 不會 太難養 應該算好養的啦 應該算好養 開車遇到路不好 方向盤會有拉扯感 這個我之前影片有講過 俊宇問的 就是那個 會有 方向機拉桿 方向機拉桿如果有間隙的話 那或者是你的 方向機的主機或是棒不壞掉 但是大多我遇到的狀況 如果你是日本車 尤其是Toyota車 最會發生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 Toyota車很容易壞 方向機拉桿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是經驗 但是你通常會有一個 過坑洞 輪子會被左右拉扯 通常都是拉桿 不平均 賓士妥善率 一定一直都比BMW好啊 我自己的感覺啦 323鐵軟哪個比較推薦 323 A180保值啊 還算保值還不錯啊 CX9的妥善率好嗎 我坦白講齁 每個廠牌車 你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得來 不是一定的 每一個廠牌齁 比如說Toyota也好 福特 馬自達 好現在問的CX9 這個Simon Chen 問的 馬自達齁 我覺得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大家可以聽看看 參考看看 很奇怪 越便宜的車啊 同廠牌越便宜的車 我覺得妥善率 都會越好 例如什麼 例如 馬3的妥善率 我覺得就會比 CX5 或是 馬6好 好 那馬6 CX5呢 又會比 這個 CX7 要好 然後 CX7又會比 CX9要好 就是 做越大台 越會壞 就像我一直很感覺 你看 B&W 1系列 2系列 3系列 4系列 5系列 我覺得妥善率也是 越大台啊 感覺妥善率越差 你看大7是不是被人家詬病說問題很多 便宜相會壞有的沒的 然後 5字頭 B&W 5字頭也是 感覺就比3字頭還要容易壞 小毛病要來的多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說 越豪華的車款 他越給你越好的配備 或是 越想要給你越先進的科技 所以就造成了他的那個妥善率就越差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自己看起來我覺得 賓士也一樣 E class的問題就是比C class多 從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看到現在 還是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S的 又會比 E的呢 問題多 而且修起來又更貴 所以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 很主觀的感覺 那這個可以給大家做一個 參考 所以你要問我為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 我的感覺就是 明明就同一間車廠出來的 應該 用的技術 含量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總是覺得 為什麼越貴的車 或是越 高級的車 越大台的車 然後他就是妥善率會越差 我指的 不是只有單純說零件的 費用而已 我指的是妥善率 F3351代 目前有嗎 一台灰色的啊 還放在那邊 深灰塵 車要放海邊有需要做防袖 或哪些維護 要 除非你買的是 德國車 好你買的如果不是德國車 建議都要做防袖 一定要做防袖 像我賣過去 我那天才聊 才在聊啊 我賣過一台 馬自達323去 賣聊是不是 六親嘛 雲林賣聊 還是共聊 共聊是那些雞人 他們那個進去車 每一台都要 做防袖 而且 你還要做那個 靜電接地 因為他是在六親廠區裡面 好你車子本身 你底盤還要做接地 做防袖 要不然他說一下就 秀掉了 然後還要在那個排氣管的尾端 要做一個 那叫 消火塞吧 就是防止你的排氣管會噴火出來 的一個類似 消音塞的東西 然後你市場區裡面的 你買車你要進入廠區 你要申請 進入的那個證件 你就必須要有 剛剛我講的那些東西 你才可以申請 被允許可以進 剛好說 舵桿變形 產生 輪胎的晃動間隙 有 安全影響嗎 坦白說沒有安全影響 但是如果速度快的時候 或是發生緊急狀況 你快速打 方向盤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影響 如果再加上你的輪胎的 防滑的 係數 他的狀態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那你就會還是 對安全會有影響 很多人說底盤的東西 對安全會有影響嗎 其實 底盤的東西對安全會有影響 底盤比如說三角架 或者是 我講一個最簡單 最常發生的 你 避震器軟掉好了 有些人避震器 車子已經開到 軟到很軟了 就是你過一個坑洞 人家是空空一下結束 然後你是 還一直在晃 那過軟的避震器 其實啊 會造成你的 抓地力很差 所以你會 比別人 更容易 打滑 因為你會失去抓地力 所以其實 底盤的零件啊 雖然 你不要覺得說 你底盤東西壞掉 只是有異音而已 只是方向盤不正而已 只是方向盤有間隙而已 其實 在一個緊急的狀況之下 或速度車速快的狀況之下 其實對安全都是會有影響 GOV5的冷氣開長途的 忽然會沒有風什麼原因 短途反而都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那個你要去檢查那個叫做 溫度 溫度 一個溫度的感應器 溫度控制器 那個通常 有時候會是因為你的溫度 控制器壞掉 然後造成你的管路結冰 結冰就會吹不出風 正常來講 你溫度控制器 他偵測溫度過低時候 他應該要 不繼續制冷 所以 就跟那個 我們家裡冰箱有除霜一樣 現在冰箱都自動除霜對不對 他 偵測到溫度太低 一直結霜的時候 他就會暫停 然後慢慢除霜 那如果沒有你的溫度控制器壞掉 你就一直結霜一直結霜 有沒有 你冰箱一打開發現 哇看 裡面變成他的北極了 有沒有 血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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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個就是溫度控制器壞掉 02Lupo1.4里程6萬 入手需要注意什麼 跑很少呢 我跟你講 Lupo 我跟他 分享 你買這個年份久的Lupo Polo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車子在發動的時候 你把那個機油蓋轉開 有沒有上面不是有個機油蓋嗎 你轉開 你運轉 一陣子你看他有沒有一直在冒煙 如果從那個機油蓋一直在冒 很大量的驗出 我跟你講那個 那就不要買了 那個引擎就有問題 好不好 02Lupo如果真的 他跑6萬是真的話 感覺起來是 蠻可以入手的 可是還是要 還是要準備一些錢回來整理 因為畢竟他也18歲了 好不好 基本上現在18歲已經老妹了嘛 老妹回來你就是留一點錢好好照顧 如果薩伯還在直接對手是不是 B&W 應該是VOVO吧 我覺得薩伯是對VOVO啦 坦白說 我的感覺是這樣 SWIFE的 新車 清寒煞車來一面有 有救嗎 你想說正常的 你看看是不是都 大那個 翁琴瑋 你看是不是大部分都發生在冷車的時候 如果他是發生在冷車的時候呢 可能是他還沒有到達工作溫度 那如果我覺得你熱熱車就是你那個碟盤跟來臨片磨合 已經 到達工作溫度之後還會這樣的話那可能就要檢查 利阿簽是什麼 利阿簽就是在 拉 三腳架 拉避震器三腳架的一個 一個機構 壞掉沒什麼現象 就鬆鬆的 阿 阿不換會怎樣 不換就是抓地力會變比較差 怎麼樣避免去原廠保養 叫你換一堆還沒壞的零件 比方說電瓶 煞車片 輪胎等 這很難避免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看經驗 這很難避免 可是我覺得現在電瓶很簡單 電瓶都有一個量測的東西 你只要把它量測完了 之後他就會顯示給 壽命剩下幾% 那輪胎喔 其實好像輪胎這種 輪胎該換不該換 沒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除非你是已經破了裂 還是有紋路 已經都變光頭胎了 那基本上在那種介於五層左右的那種 五六層左右的那個胎紋水準 基本上叫你換也沒有什麼不對的 因為為了你的安全著想 對不對 那不叫你換 也不一定是對的 所以其實像輪胎這種東西 沒有一定的答案 那煞車片 有那個來令片兩尺 一般你符合這個來令片兩尺的規範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意義啊 像這種有量測的一個準則的 該換就是該換 重新定位還是 些微抖動 有可能是輪 變形嗎 有可能啊 看你用多久 馬牌輪胎 昆池說 車上輪胎是馬牌 開一陣子 高速晃動 重新定位還是會 些微抖動 可能是輪胎變形嗎 第一個 有可能是輪胎變形 那第二個 我覺得會不會是定位的沒有幫你做好平衡 你可以建議他再做 做一下平衡 03的Vios 結尾說有肉油跟燒機油現象 請問哪裡出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還有引擎蓋上會有貼紙嗎 家裡的沒有貼紙 引擎蓋上會有貼紙 那肉油跟燒機油現象 肉油很簡單嘛 你看到哪裡肉就是哪裡肉 可是我覺得 Vios 除非你里程數超過25萬以上 我覺得要不然很難燒機油 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肉油 你認為是燒機油 那燒機油 一般TOYOTA的引擎會燒機油 都是氣門 試蓋的電 那個油封 氣門油封 那氣門油封是可以換的 通常換氣門油封之後就可以解決 當老闆要怎麼樣可以放心的給員工做一些比較重要的事 心臟大顆一點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就這樣 我跟你講啦 以前都擔心現在不會了 就算了就這樣了 對啊 要犯錯也就犯了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什麼都自己做 我們能力也不夠啊 反正就是 既然就交給他們就交給他們 不會啦 放寬心就好了 只能放寬心而已了啦 我很講啊 感觸很深啦 哪一天要掛掉這個都不知道 不用想那麼多 好不好 我們就是 這個 整間公司 每一個人 快快樂樂的 賺 有賺得到錢 然後我們有餘裕 我們就做一些公益 好不好 哪一天媽的要 掛掉 對不對 哪一天 禮拜三等不到小時 對不對 也不會覺得奇怪了 對不對 沒有可能那個啦 心情不好而已 哈哈哈哈 我們家的表顯示11萬 前兩年是15萬 家裡的沒有去調表過 請問會有快樂表 不對喔 如果 我跟你講 如果你的表 你指的是里程數 11萬 前兩年15萬的話 如果確定沒有調表過的話 我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 你們驗車的單位 把你們登載錯誤 我 最近 我們遇到很多的這個 里程數不準確的狀況 都是因為 驗車廠 登載錯誤 13年富豪C70 儀表上 室外溫度常顯示 下雪的符號 造成冷氣怎麼調地 也不會冷 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那就是那個 室外溫度的 那個叫什麼 傳感器啊 感知器 檢查一下 但是這種東西 通常我覺得只有 原廠有辦法解決 K14有什麼 入手建議嗎 K14很棒啊 大家晚安啊 看一次少一次 好不好 你看 大家都一樣 看到我一樣 看到我一次 就少一次 好不好 換變速箱油 一定要冷車嗎 一定要冷車啊 要冷多久好 一般 比較專業的修理廠 你送去之後 他會給你的 愛車吹 半天的電風扇之後 再幫你 換變速箱油 就是完全冷卻 你應該要問說 泰山的MK2 有什麼還沒換過 車主還沒換 車主還沒換 謝謝丁煌 大家晚安啊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